明天 主持人 日式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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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Kevin 今天我們來分享兩個非常好吃的日式料理 那分別是松阪豬炒水蓮 那第二個呢 分享這個雙高湯拉麵 都是兩個非常好吃 偏日式風味的料理 那這支影片同時非常感謝我們的Yamaki 贊助我們這個 麵汁油煎魚露 也有人說這個是日式醬油啦 就是調味非常方便 你只要加一點 基本上就會很像日式風味的調味了 還有呢他們的柴魚片 那今天這兩個料理呢 也會使用到這兩個調味品呢 去做一點搭配 好 那我們就開始來製作今天的料理 好 我們來切松阪豬 那切這個松阪豬啊 有一個小訣竅 就是不要在它這個常溫的時候切喔 要有點微退冰的時候呢 像這樣子 還有一點硬硬的時候切 是最好切的 那不然就是你買的時候 就要請老闆幫你切好了 老闆 大瓶 平野上面把油 change 色味怎麼做 小鮭牛小鮭 脂打扎 楞把 居頭 水帘不要炒太久 大概下锅半个30秒就可以起来了 你看这种日本的产品特别用心 分装成小包的柴鱼片 切成小包的柴鱼片 炒太久 煮到柴鱼里有些許多小包 煮到柴鱼里有什么用 切成小包的柴鱼里有什么用 切成小包的柴鱼里有什么用 做得到的一种做法 煮到柴鱼里有什么用 切成小包的柴鱼里有什么用 因此,我要盖上去了 所以,如果能够处理一模一樣, 可以夕lares放 Raid 非常要 diferença 水 油 油 水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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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鱼肉 黄酒 鱼肉 油 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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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現在用這個 Yamaki的金魚霧來調味 好,兩樣很好吃的日式料理 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先來試吃我們的 松阪豬炒水蓮 哇,你看 有種柴魚看起來特別漂亮 因為水蓮的這個口感本身就是非常脆的 然後再加上松阪豬也是這個豬肉裡面 口感比較脆比較Q的部位 兩個都是又脆又Q的口感 所以是完美的搭配 做起來非常好吃 那調味的部分呢 基本上你只要用辣椒大蒜去調味 其實就可以化龍點睛的部分 當然就是我們這個柴魚片 可以提升整道菜的鮮味 所以真的非常好吃 好,第二個料理呢 是我們的雙高湯拉麵 好,那現在呢,來試吃一下 海苔 說到吃麵啦 大家都知道最重要 只要湯頭對了 麵就會非常好吃 那今天我們的湯頭就是用這個雞高湯 再搭配一點煎魚露 這個海露的這種風味就一起到位喔 雞肉的味道 還有煎魚露有這個煎魚鮮甜味 整個就在湯頭裡面喔 搭配麵 非常好吃 那其實配料的部分是相當隨性的喔 你如果要比較日式的感覺 你就是這樣配個叉燒肉 配個蛋 然後放上這個柴魚片還有海奶 就非常的日式 那這個肉呢,正統來講是用叉燒肉 但我們今天就不那麼麻煩了喔 我們就是自己煎一個梅花肉片 這樣子也是可以的 那重點真的就是 湯頭只要調味對了 麵就非常好吃 好,最後呢 我們還是要來講一下 這個Yamaki的煎魚露喔 其實以前做料理呢 我大部分還是會用醬油 但是自從接觸了煎魚露 其實這個東西有時候 是比醬油還要好用的喔 因為它其實是煎魚露 再去搭配一些釀造的醬油阿 味醂阿 還有很多風味的食材喔 一起混合出來的一個調味醬 所以它其實並不是醬油喔 那味道上來講呢 它味道也相對沒有像醬油那麼的脂鹹 所以呢 你在做這種湯麵類的料理的時候 非常的好用喔 尤其是日式的呢 用這種煎魚露 馬上就有日式的風味 像是這種壽喜燒阿 那種馬鈴薯燉肉 還有像這個湯麵喔 你都可以使用這個煎魚露喔 調味非常的方便喔 而且一下就到位了 最後我再講一下這個柴魚片喔 柴魚片我自己以前買的經驗 就是它會自己給你大包 一般來講就是會用不完 你就會覺得保存有些困難 那它很貼心的點呢 就是它直接幫你分裝 一包一包的 所以你不用怕說 保存不新鮮的問題喔 那像是做味噌湯啦 章魚燒小丸子 像湯麵 甚至一些炒菜呢 你最後都放上這個柴魚 都可以提升鮮味喔 柴魚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東西 好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喔 還沒訂閱菜單就喜歡幫我訂閱一下 任何小問題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這次分享到這邊囉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